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纷纷睡的夫妻看似很正常 实际上彼此之间的亲密感越来越陌生 感情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彼此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近年来离婚率越来越高 其中原因很多 背叛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夫妻之间长期冷漠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好像陌生人一样 除了必要的日常交流以外 两个人各睡各的 这是很多夫妻的真实状态 很多人即使无法忍受 也不得不忍受 因为羞于其耻 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 却又无从说起 只能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 大家都一样 习惯了就好 同时也有很多人因此触碰婚姻的底线 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而导致婚姻破裂的 在这样的婚姻中 女人往往处于弱势 男人总以为婚姻可以锁住一个女人 所以很多案例告诉我 男人一旦结婚了 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冷漠女人 最普遍的一种就是 老夫老妻 没必要像过去那样 这样的理由看似光面堂皇 实则对女人一点都不公平 很多男人觉得 自己之所以无所忌惮地对妻子冷落 无非就是吃定了 女人一旦结婚生子 就不敢轻易地离婚 这样的想法很自私 为什么可以接受无性婚姻呢 这几个过来人实话实说 警醒了男人 一 秦女士 35岁 长期两地分居 为了双方的父母不得不维持表面的体面 我跟丈夫长期两地分居 本来我俩是在一起的 但是婚后没多久 他就因为工作常住国外 我不同意也没办法 他很热爱他的工作 本来说好了 等他在国外稳定了 就接我过去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 彼此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两个人经常隔着电话吵架 本来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却无法满足 他因为工作上的事 也没有耐心听我讲话 女人本来就缺乏安全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对他的期待也越来越少 以前遇到一点事 我都会想要告诉他 如今 我已经很少主动联系他了 每年的春节 我们都会团聚一次 当初这个家是我们俩一起弄起来的 充满了回忆 如今对他来说就像是旅馆 而我就像是他的其中一个驿站 不是没想过团聚 一开始是这样想的 但是随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发生变化 不再像从前那样 我不敢轻易地为对方放弃一切 这里有我的工作 有我的家人 有我的朋友 有我熟悉的一切 不离婚是因为考虑到双方父母 他们年纪大了 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2.姚女士 38岁 心里始终无法原谅对方的背叛 分房睡多年 没有女人愿意过这样的婚姻生活的 然而现实往往对女人不公平 明明做错事的人是她 到头来承受痛苦的却是我 我们的婚姻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她背叛了我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 我一边努力工作 一边照顾孩子老人 以心一意地为这个家付出 到头来 她却嫌弃我人老猪慌 我不甘心呀 凭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却被她踩在脚下 我跟她闹 她也是自私的 直到离婚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认错回家了 父母都劝我算了 说男人都一样 回家就好 但是我心里始终过不去呀 我想起自己的付出就觉得委屈 凭什么做错事的人 只要回头就一笔勾销 我对她做不到若无其事 她受不了我的冷嘲热讽 就搬到另外一间房睡 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就开始了分房睡 我为什么可以忍受 因为这个家有我的心血 凭什么让我退出 她不让我好过 我凭什么让她好过 三 王女士 40岁 感情破裂多年 早就各玩各的 我的婚姻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我跟丈夫是自由恋爱认识的 可以说是嫁给了爱情 双方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这样的婚姻应该是很多女人都羡慕的 但是我们的婚姻早在十年前就破裂了 在我发现她背叛我之前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她是爱我的 但我没想到她早就背叛了我 而且不止一次 我很崩溃 无法接受 但是她跪着求我 说她不过是一时冲动 心里爱着的人始终是我 我不舍得这么多年的感情 还有心疼孩子 就选择了原谅 但是背叛这种事情 有了一次就会有无数次 我的原谅并没有换来她的改过 反而是变本加厉 她一边在我面前扮演着好爸爸 好丈夫的角色 一边跟外面的女人暧昧不断 面对我的质问 她说是我的问题 是我无法放下 对她冷淡导致的 也许是为了报复吧 面对她的背叛 我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内心深处的不甘心 最终让我触碰了底线 这样我才会好过一点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习惯了对彼此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心照不宣的默认 对方只要回家就好 这样的婚姻状态 也许很畸形 但是彼此之间 不仅仅是感情的问题 还有利益纠割 一旦离婚的话 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 这样的状态 也是被迫无奈 小红说 很多男人以为 爱一个女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娶她 这样的男人一旦结婚 往往很容易忽略妻子的感受 认为自己已经对彼此的感情 做了很好的交代 但是婚姻不是感情的归宿 而是感情的升华 是感情面对的另外一种考验 更加需要彼此之间 相互关心 相互感恩 才能经受得住考验 这三个女人的实话实说 告诉我们那些婚姻不幸的女人 之所以被婚姻困住 不是还爱着男人 不舍得男人 而是不舍得彼此之间 曾经有过的感情 不甘心自己的付出 付之东流 也警醒了男人 女人一旦被伤害 即使不离婚 彼此之间的感情 也难以回到从前 婚姻出现问题很正常 关键是我们要去证实问题 然后去解决它 而不是以一种 得过且过的态度 如果我们在刚出现问题的时候 及时地去证实 而不是放任自留 那很多婚姻 也不至于走到破裂 虽然说 亲密行为 不是婚姻的唯一 但是 夫妻之间的亲密互动 有助于增进感情 化解矛盾 女人在面对 另一半的冷落时 应该及时采取 积极的措施 而男人 也要多关心另一半 女人在婚姻中 更需要男人的呵护 别等到失去了 才后悔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